各位投資好朋友大午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再來看台股之前 我們先來看這幾天 國際股市的一個發展 的確也如我的預期 廢半網上衝 但是比較可惜的 就是禮拜五的時間 大家應該都看到消息了 川普帶給全世界的一個十月驚奇 就是說不小心得到了一個肺炎 確診 雖然說目前傳出來好像已經可以出院了 但是還是要關心一下 那當然不管今天 你是討厭他喜歡他的朋友 阿翔師都真的要講就是說 當有人生病了 假設這個生病的人是你的敵人 你不喜歡他 或者是你的敵人 也不應該去詛咒他 因為這是一個人 人該有的 身為人 該有的一個 這個道德的問題 所以有些事後 不要為了一己的情緒 這個亂罵 就沒有意義了 如果他沒有生病 你高興了 我罵就算了 但是如果人家今天真的生病了 就不要這個 詛咒別人了 這不好 真的不好 那當然回過頭來 你看廢半的部分 先前拉出六根的紅K棒 中間還帶有多方跳空缺口 那禮拜五那天收的比較低 不過廢半 到窮指數反而還好 走到目前為止的一個 廢城半導體 還要維持在月季線 之上的一個位置 那今天帶動了整個亞洲股市 還是往上衝 不過你這邊可以看得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看像南韓 它往上漲了1.29個百分點 日本也是往上漲了1.23個百分點 但是就台股相對 你可以看得到 台灣股市呢 就只有漲32點 0.26個百分點 那當然這其中 牽扯到一個相對位置的關係 也牽扯到成交量的一個滿夠 所以你今天整個台北股市呢 早上衝高 很剛好就碰到了一個月季線的一個位置 所以這有帶補量往上攻擊 當然這個空方缺口已經是缺人回補了嘛 所以接下來目前來看 我們還是偏多的一個思考 但是偏多的思考看的是一個大的區間 大的區間 目前來看是這樣子 那現在回過頭來呢 其中呢今天的盤其實說真的 1481億 算是一個乏城可散 所以個股表現 但是個股表現呢 只有少數的族群有比較整齊 總體來說都還好 就是小掌小碟的一個盤 大家比較觀望 那加上這個禮拜五 又有國慶的一個連假 這個禮拜就只有四個交易日 所以觀望心態的這個氣氛 還是相對是比較重 但是呢這邊有一件事情 我還是要點出來 都是好朋友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我之前 一直在跟各位說的 這個叫做新台幣的匯率 他創架九年的新高了 今天一個實體很漂亮 所以各位所有老朋友 你一定要注意這一點 往下是一直在升值 這位牽扯到兩個重點 哪兩個重點呢 第一個 第一個叫做什麼 電子股或者是 以出口為導向的個股 接下來第三季的季報 可能會比較辛苦 要擔心提防所謂的匯損問題 第三季是七月八月九月的時間 你可以看得出來平均的匯率水準 是比起第二季 第二季的一個匯率水準來得高 所以你要提防匯損問題 那匯損的問題 比較大部分會是在電子股群上 那所以你才會在今天 其實有一些資金 開始默默的又繼續 針對在非電子族群當中 比較活弱 那當然這非電子族群當中 你也要去分辨出來 分辨什麼 哪一些是短線題材 哪一些是真實的往上再往上走 什麼叫做短線題材呢 這個叫做短線題材 這個叫做短線題材 川普 染疫 這個叫做短線題材 我給各位去做一個對比 今天 因為川普的這個消息 市場上有一些資金 又開始在運作這個區塊 防疫國的區塊 但是我要給各位去做一個區分 基本上我認為這個叫做短線題材 所以有賺如果有做 你就賺了就跑就好 短線題材的一個概念指的是什麼 我們要給各位做一個對比指的是什麼 就是說你看這個叫1325的恆大 然後這個叫做6504的南6 你注意它的時間幾乎同時 幾乎同時 9919的康納香 幾乎都這個時間 但是呢 你看其他的防疫概念股 還好 這叫瑞基 這個也還好 這叫泰伯 還有中華神大家也很喜歡 有漲 可是也還好 但是你這邊注意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來 我給各位看的 不是他今天有沒有漲 我給各位看的就是 今天漲停的 絕大部分都是之前底很深的 這叫很大 這叫南6 這叫9919康納香 對不對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之前沒什麼疊的 他有小漲 但是也沒有很有效的拉上去 對不對 所以 泰伯 體溫器 這個疊超級深 可是老師他沒有漲停了 可是老師他沒有漲停了 哈哈 體溫器 跟口罩有一樣嗎 雖然都歸類防疫股 我這邊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看到這些 你就要去思考另外一件事情 為什麼這些業內的阻力 這基本上就是阻力 法人基本上不太會去買 不會 不是說法人不會去買 而是說法人不會在一天的時間 馬上衝進去 因為這個消息馬上衝進去 就評估說要去買 所以呢 這背後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防疫股呢 為什麼人家只敢挑那個疊比較深的去做 原本相對沒什麼疊的就不去做 當然跟上面的套牢壓力也有關係 但是這根本的一個因素 就講說明了一件事情 這個比較偏向短線的資金操作 所以你在這個時間點的一個選擇 你有兩個思考可以選擇 就是說新台幣的升值 你當然針對資產營建去做就對了 有一些資金在今天除了防疫股之外 它就是以往非電子股 二六類的 現在育民也漲停 當然我不是叫你去做航運 我沒有要叫你去做航運 但是我要給你看的事情是什麼 這叫做二六類的 今天紅通通 這背後另外也代表就是說 市場有一部分資金 因為新台幣的升值 也會擔心有所會損在電子股身上 所以有一部分 往非電子股身上 所以你現在回過頭來看 當然接下來很重要的 資產營建 是接下來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這叫二九一三的農林 今天創了新高 創了今年的新高 這是一月月初年初的時候 創了今年的新高 我這邊的意思也不是叫各位要去買農林 而是要告訴各位 我們給各位的觀點 時間拉長來看 你會發現這都是對的 我之前講了很久 講了很久什麼 就是說在這種無限QE的環境之下 低價的底部的資產營建股 進場去買就對了 時間拉長來看你會賺錢 所以你看農林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當初我們做太風 也是從十二塊開始做起 所以當初十二塊在這個位置 漲到這麼一大段 當然它漲到這麼一大段之後 我不會再叫你去追它 因為我剛剛有說過低價的底部的 買進去放著 你不要在意它短線的波動 而且我們這邊再提另外一個論點 這個論點可能有些投資朋友聽 會有一些政治上的聯想 但是阿翔老師 是就投資的角度來告訴各位 什麼叫做就投資的角度來告訴各位 現在大家吵得沸沸揚揚 就是說共軍一直軍機來那邊飛來飛去 然後有一派就說 不要去招惹中國大陸 其實有時候我都會覺得 人家一直拿槍在你面前 然後你自己要去跪著 你自己喜歡跪著 自己去那邊跪 不要去招惹 基本上我覺得OK 這種說法我能夠接受 但是而不是說什麼守戰及中戰 用這種恐嚇的方式 我覺得那個邏輯真的不是很好 如果就以前講經國講顧總統聽到有人說這種話 真的是這種人應該抓去槍斃才對 沒錯嘛 對不對 今天我們每個人的個性不同 我可以接受可以認同 但是當然這是要題外話 就是說 我今天 我接下來要跟各位探討這個論點 是從投資的角度跟政治沒有什麼關係 也不是要跟你談什麼共軍來台 飯台 幹嘛有的沒有的 對不對 然後買什麼航空概念股 航太概念股 不是 而是要告訴各位 接下來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你知道現在 中國大陸因為跟美國 之間進入這個新所謂新冷戰時代 然後美國呢 積極在拉攏台灣 那先前不管是衛生部長來台 或者是更高層級的官員來台 訪問台灣 他進一步在推動 帶動什麼 美國跟台灣的關係更進一步 那美國跟台灣的關係更進一步 對什麼股票會有利 我這邊不是跟你談說 進一步建交不是這個意思 沒有這個意思 而是說假設關係更進一步 對什麼股票是有利 資產贏見 因為那代表背後的意涵是在於說 相對更為安全 就區域整個東南亞區域的觀念來說 所以你聽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你看 為什麼新台幣創的新高 所以這邊同樣的 我要告訴各位概念就是如此 所以你看1417的家喻 我們先前這個位置買 放到現在我也懶得理他 買得很低 對不對 那一會兒我們再繼續出手 也都OK啊 553億的相對 概念也其實是一樣 你看他根本就是故意洗就這樣 你要給他們時間 但是這邊我要跟各位講的另外一檔個股 我這檔個股我沒有要公開 這檔個股叫做家喻第三 如果你拆得到你可以自己去買 這檔個股家喻第三呢 如果你錯過9塊多的家喻 現在漲到快12塊錢 錯過了我們9塊多再買了香 你現在10塊多了 時間大家常來看 你會發現我們都在賺錢 家喻第三這個位置 目前股價才10塊出土 我已經給各位提示了 我沒有要公開 但是我有給各位提示了 10塊出土 明年的EPS我今天有稍微算過 然後我也有發訊息給我所有的會員朋友 告訴我的會員朋友 我為什麼要買這檔股票 讓你是會員的朋友 你知道自然而然 你就可以放心安心的買進去 才不會像每一次你可能參加其他老師 每次訊息要叫你試駕買 試駕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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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買今天賣 今天賣今天賣 明天又賣 這樣子做下來不會賺錢 對不對 所以我都會告訴我的會員朋友 我們今天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我要去買這檔家喻第三 現在股價才10塊出土 10塊多 明年EPS挑戰4塊以上 那為什麼會能夠挑戰4塊以上 我在今天的訊息 也已經算給我的會員朋友知道了 所以我也要跟各位 如果你現在在看節目 你想要跟上 我買家喻第三的觀眾朋友 你只要辦好手續進來 我們現在有一個月的費用 服務你到年底的 一年一度的優惠活動 辦好手續進來 阿翔老師 一樣會帶你先卡位 家喻第三 因為你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那當然它發酵的時間 有可能很快 我必須要先跟你講在前面 為什麼呢 雖然我說明年EPS有挑戰4塊以上的實力 4塊錢以上的實力 現在股價才10塊出土 雖然我是這樣說 但是為什麼我說不用等太久 有可能很快就要發動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於這個 就是我一直跟各位講的這個東西 這叫做新台幣的匯率 所以有些東西 我們不要等到它漲了 再來問說可不可以買 當初我在這裡買的時候 也是很多好朋友 看阿翔老師為什麼要介紹這種股料 但是當它飛上去之後 要問可不可以買 然後問可不可以買之後 修正一段下來之後 現在也沒有人要問了 很多產物都是這樣 看漲才想要去買 所以這邊在非電子股當中 阿翔老師會推薦給各位的 叫做資產移建 因為這個環境 美台關係如果更進一步的話 這是你過去三四十年沒有遇到的狀況 你聽懂那個意思嗎 不要再說阿這個房價那麼貴 然後建商蓋一堆都是空屋 又沒有人住 往往很多時候聽到講這種話的朋友 往往都是賺錢賺得比較辛苦的朋友 對有些有資金的朋友來說 他根本看準的就出手了 你知道這個東西嗎 所以那個是兩個世界不同的世界的思考邏輯不一樣 那當然我們就必須要去想說 接下來哪一個方向對我們最有利 所以在非電子股當中 我們選擇這樣子的方向 而在電子股當中當然面板 九月營修有機會繼續成長 面板的報價不管是大寸的電視面板 中型尺寸的筆記型用的這個 或者是電競螢幕用的面板 報價是漲到年底 所以群創友達還有這個 這個什麼這個相關 那面板周邊的個股 九月營收有機會繼續充 那會要找賣業 面板的部分 另外呢 AMD顯示卡跟NVIDIA顯示卡的大戰 接下來10月會更精彩 沒有時間再說這個話 我繼續再追蹤 另外再來 明年的大方向大趨勢 一樣落在第三代半導地產業 雖然最近這個所謂中芯國際 被美國制裁的一個效應 一直在旁邊上發酵 所以越來越多人在談論這個 所謂的聯電 但是聯電在這個位階 基本上如果你還持有的 你獲利續報就好 然後如果說你現在沒有上車的 你也不用急著去追 因為這邊衝高出量之後 短線今天你有沒有發現追加意願 開始不太夠 雖然說它上漲的趨勢動人 都沒有改變 但是你這背後就要去思考 你有沒有發現 阿翔老師是在講第三代半導體的 材料設備相關的方向 而不是單純跟你談所謂的 中芯半導體被制裁的 所謂轉彈效應 因為我眼光放得比較遠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的事情就是 你都知道阿翔老師 8086的紅捷克 買在98塊多 先前這一天跌到95塊94塊的時候 阿翔老師一樣在節目上面 跟各位分享 我們看準就是第三代半導體 材料的發展方向 以及相關設備的概念 接下來的受惠 所以第三代半導體是 阿翔老師要特別跟各位強調 你知道先前今年 今年 像台積電我先前跟各位說過 已經開始釋出六吋晶圓代工 在氮化夾的這個部分 這個區塊 表示什麼 表示下游的需求 龍頭大漲已經開始奠定 就是需要這樣的需求 不然以台積電這麼滿的產能 還要勉強再擠出一部分 給六吋晶圓代工的這個 第三代半導體的這個 材料的這個代工 你聽懂那個意思嗎 表示這個大的方向跟趨勢是對的 所以你來去做對比 我們再一次對比 今天洪杰科 收了一個漂亮的實體 紅K棒 對不對 還差一點要創波段新高 收盤價是創新高的 那你要回過頭再去做對比 最先切入你看 像3105的尾帽 到現在還是呈現亮縮整理 在這邊排 2455的全新 今天稍微有拉上來 但是我們頂多只能說 它叫做跌升反彈 對不對 比起洪杰科來說 PA三雄最先跟中美星做策略合作的 PA三雄當中的紅杰科 走勢相對就是比較強 所以大方向跟趨勢 你也要先確定好 做股票本來就是看未來 籌碼看現在的一個集中度 OK 我們準備上車 如果現在籌碼很亂 根本不要買 對不對 現在籌碼很集中很OK 有大人在做 我們先卡位上車跟著吃貨 然後未來的成長 趨勢明確 我們當然就做 所以同樣的 洪杰科 今天衝到103.5 另外兩檔第一架的半導體設備 跟半導體相關的代工 也是我們目前所鎖定的重點 所以整個大方向你都很清楚 阿翔阿翔的邏輯 我們今天做股票要的事情是什麼 確定未來的趨勢 我們朝這樣的趨勢走 確定這個趨勢是成長的 第二個部分 確定現在的籌碼是安定的 第三個部分 確定現在的價位是值得投資的 所以我常常講 底部進場 不贏也難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你現在回過頭來 最後一點時間 佳玉已經講太多了 我們就不再多說 所以我最後要跟所有的 要參加會員 或者是你持續要看節目的好朋友 不管你看節目 單純看看 或者是還在考慮要不要參加 或者是壓根沒有想過要參加阿翔社會 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今天就是要提醒各位 我們今天身為一個老師 我們就是有這個責任 要把我們所認知 這個對的觀念 交給我們的投資朋友 交給我們的學生 所以同樣的 最後 再給各位再看一次 新台幣的匯率的升值 接下來大方向 基本上就底定了 第三季 有些電子會有匯選問題 可能要避開 然後 短線上可以選擇的 叫做9月營修的機會成長 其中最有機會叫做面板 然後再來 如果就比較中長線的角度 當然就是資產營建 另外 最後第三代半導體的材料 叫做未來發展趨勢 因為不管AI 5G 自駕車等等 都一定朝這個方向在走 所以這個叫做基礎工業 所以這個方向是明確的 所以新的會員朋友 你進來辦好手續 接下來要做的 包含什麼 兩檔低價的半導體 相關的個股 一個是代工 一個叫做設備 另外一檔叫做家喻第三 股價才10塊出頭 EPS挑戰4塊錢 這種股票現在不買 更待合適 底部進場不應也難 希望各位所有的好朋友 能夠投資順利 探大錢 謝謝 本公司以往這七效不保 節目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件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謝謝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